大家好,8月20日,第五部视频 前两天,咱们一起聊过数字货币 今天,央行的 司长发言 说,这个明确说 人民币数字货币不能兑换黄金和外汇 这就和上期我们聊的这个节目里面说的一样 就是,有可能 你数字钱包里的数字货币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 或者是能买几斤肉,不能买 什么什么东西,能买几斤面 能买一台电视,能买两台缝纫机 这都是有数字规定的 这把不能买什么已经定下来了吗 外汇和黄金,这两样是不能买的 另一个,上次节目也提到 我估计按照个发展趋势也会出现 那就是什么呢 这个名义上,人民币数字货币 会和这个实际的现钞是一比一的兑换 但随着这种发展趋势 很有可能会出现 数字货币慢慢贬值 现钞慢慢升值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应用场景上 还是纸币更放心 对个人的隐私保护性更强 对这个受到监控 这种危险 更能得到规避 所以说现钞以后会出现稀缺性 数字货币变成了内循环专用的东西 它代替了监控器 代替了这个 这个粮票,布票,邮票 等等等等 这就是一个为了迎接以后内循环专用的 对你经济生活控制更加牢固的一个力气 看来司长已经证明了 我们的第一步猜测 后面大家开动脑筋 想一想 这个玩意儿 还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还没被挖掘出来 好了,拜拜